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麥先生是否在旁邊 你好 麥先生你好 我1112 31元買了一手 要不要止蝕? 看樣子一路會不會倒閉? 是啊,跌得很急 而且今日都破底 低位見過19.64元 令人不擔心 現在還跌4% 來報19.84元 那勢頭真是很醜 上半年賺了3億1200萬人民幣 平均增長了5% 每股大概賺5.22元 要不要當它是6.5元 我當你下半年和上半年相約 大概賺過3左右 以現在的19元來講 要不要市盈率大概是14倍左右 其實它的估值不貴 70多元 75元是一個高位 到現在為止 已經跌了一大部分 30元買 老實說 任何風險管理 應該放在28元 在阻礙水平 不對版 10%就要給它 到現在19多元錢 幸好還有一手 也沒有加 暫時來說 我建議磁形保財 為何這樣說 一下政策 既然開放了 其實 一種奶類產品 是持續上升 後一個階段 當然是投機性 是升過龍 但現在是處於一個中期調整 一樣是跌過龍 因為以現在市場的需求來講 其實股價的下跌 有點過分了 不過沒辦法 市場氣氛比較淡靜 會不會倒閉呢 未至於這麼嚴重 合生源始終來講 都有一定的品牌 唯有暫時先觀望 至於你說好不好再加注 如果有資金可以退出來的話 萬一股市走上去 問問自己 由什麼股份 帶著行生指數升 這個就很關鍵 當然是重磅的成分股 所以現在這分鐘 舊的貨 暫時先拿著 不要動 我也不會建議你指示 就先採取官網磁形保態 好嗎 OK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的 是啊 那隻386 我今早就在你公司買了 651 我想再加注在哪個位 其實你說近期股價 已經輕輕跌穿了一個月的低位 石油股其實暫時來說 勢頭已經不在 尤其是國際油價持續低期 原因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美國的產油技術 就一步一步地改善 而且葉癌的開採技術 也持續地改良 直到現在這分鐘 美國還是原油入口國 可能去到16年左右 已經成為原油的出口國 油價的下跌 已經成為一個基本因素 轉弱的因素 所以在三隻石油股當中 最吃虧的就是 百八三宗海洋石油 第二隻就是百五七 至於三八六 由於一直都集中在下油的業務 其實受的影響範圍不是太大 三隻石油股 你選三八六 其實是沒有選錯的 大市氣氛薄弱 股價的反覆也沒有辦法 短期來說 就要看看恒生指數的表現是怎樣 而現在來說 仍然是咬著二萬三千點 情況也不是太過差 暫時先觀望 不需要這麼急著 萬一指數真的再向下走 採取的政策就是分階段再低級 以現在的形態 如果下多少少 下三毛嶺 又再買多一手 我不覺得大市會大跌 除非有些突發的利淡因素 造成新一輪的衝擊 否則 雜覆整固和交頭淡靜 會暫時主導整個砌頭 講基本因素方面 三八六來到現在這個價 其實股值已經不算高了 以我角度來說 它是有少少跌果龍的 好 多謝先 莫先生你的電話查詢 下一位家庭觀眾 在電話旁邊是梁小姐 梁小姐想問哪一百一一 喂 梁小姐 好 可能電話切了 不要緊 我們稍後時間再接他進來 嗯 OK 郭Sir 先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這位是陳小姐 想問1236這個股份 就是國龍控股 暫時跌超過百分之二 報2.79 陳小姐 她說在2.81 入貨了 現在想了解怎樣部署 上網空間有多大 支持位哪裏 和前景又如何 主要來說 買賣電腦軟件 和提供相關的伺服器服務 和顧問 其實是屬於高科技股的其中一個板塊 但是整個氣候 暫時來說是放慢了 過去一段時期 騰訊星一中相關的股份 都炒過不易落闊 但是第二輪的上升 其他股份已經不見了 現在這一分鐘更加不用說了 已經不是市場的焦點了 暫時來說 就要看看2.77 2.77的防守性 一旦有失的話 技術上的據點 將會是退守到 大概2.6左右的水平 如果不是握太多 暫時來說就不需要擔心 如果你說握太多的話 一旦2.77失守的話 理論上略略減榜 就比較好一點 暫時來說 幾毫子是一年的低位 到早前的高位3.5.5 累積的升幅已經超過7倍、8倍 我覺得是急了一點 任何環境不要再加注 看2.77的防守性 握貨少的就自己決定 握貨多的 一旦跌穿了 略略減榜 減3分之1 或者逐步減 就似乎比較合當 OK 好 多謝先 陳小姐在E-mail方面的查詢 又聽梁小姐的電話 是梁小姐在這裡 我想問一問 1811 常黃多少 指示費多少 我想問一問 我沒有加 即是沒有貨的 有 多少錢左右 有貨 兩個三毫多 兩個三毫多 恭喜你 現在急升一成一上來 立布2.52 今天高位 更加見過破頂 2.5毫半 郭Sir 這些價位 是否應該走這些貨 中港核 其實招股之後 最低見的一個爆發 之後大部分時間 在2元左右 徘徊 近兩天就開始 形成一個聲勢 當然不知 成交金額也配合 我自己覺得 放下指站位 繼續向上網 因為2.52 已經是上市之後的新高 在大市的氣氛不明之下 能夠股價 獨步向上走 其實顯示得到 買盤都真的比較勢強 現在這一分鐘 放下指站位 暫時 在2.4毫半 就繼續向上網 至於短期可以升到多少 以一個月的低位 2.08元 早前的高位是2.31元 如果突破2.31元 再看上去 大概2.62元 如果過得到2.62元 再把指站位 放在2.5元 然後繼續向上網 暫時的策略 就是這樣 梁小姐有沒有其他事問 網龍是不是 777 是啊 那這隻又怎樣情況 有沒有貨的 我想什麼位可以買 買入 好 OK 看看情況 13.26元 升1.22元 咦 郭Sir好像一直被十天戰壓著 現在可不可以買 暫時沒有太多賣點 自從上一陣 九一無線出售之後 大家都很著弱 但現在沒有一個核心業務 成為市場的焦點 股價隨大市而行 13.28元 最重要的防守性 應該是一個月的低位 12.3元 不跌穿的問題 又不是那麼大 大市現在在一個淡靜之中 持續還是整股等變 技術上來說 大概在12.3至12.6元 形成了高低腳息的雙底 始終由高台下跌了不少 介不介意一元幾條的反覆 如果介意的沒辦法 暫時等等 如果不介意的話 例如買一萬股 現在才賣三千線 始終來說 股價經過這一兩天的 技術上的反彈 已經是回到十天和二十天線之上 在形態上來說 呈現了一個初步回穩 或者斷定的勢頭 但都要兩手準備 因為大市都不明 我都不知市場升多五百點 還是跌多五百點 所以現在唯有分階段慢慢買 技術上來說 就有少少是斷定的勢頭 不過成交那麼疏落 隨時一個股本出來 又可以變 所以千萬不要太過進取 要買的話分階段 現在這個價格都不算貴 好的 多謝先了 梁少石 如果有其他問題 可以再打電話來問郭Sir 我們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是打空報告的直播環節 不要走開 有事想問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稍後再談